主要是一到五類 那六到九類的部分的話 我 大概說明一下 主要就是當然第六類我們有講到串列 的運作 不過我們多半是用到一維的 不過這邊有搞到二維 也就是串列裡面呢 還可以放串列 那什麼叫串列裡面還可以放串列 有點像Excel Excel就是二維 二維的串列 也就是它一列有沒有 一列裡面呢 其實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像它就是一個串列 那很多列的話呢 那就是 所謂的二維的 串列 那所謂的三維串列是工作表 多個工作表那就三維串列 OK 不過理論上一般用一維串列是最多 用到二維串列頭就有點痛 用到三維串列 頭就快爆炸了 所以一般沒有用到三維的機會很少 那二維串列 是還蠻 算 也會用到 但是 看人 有的人其實不喜歡 就會用 兩個 或多個二維串列去解決 可不可以 也可以 OK 那比如說等一下就有好幾題是用到二維串列 所以待會的話有一點時間我們大概就講一下 那串列這個資料形態 在Python裡面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因為不管 任何的資料從外部進來 像檔案有沒有 Realize 讀進來就放串列 那資料庫的東西 slate回來的東西也是放串列 有沒有 然後你要輸出的話有時候會暫時先放在串列再輸出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串列 辦理的角色 它等同有點像Excel裡面的 那個什麼 藍的概念 我覺得你可以暫時 只是說Excel裡面是看得到的 但是串列是看不到 差別在這裡 那底下的話當然還有所謂tuple set 字典 甚至 這個字串的運作 檔案的讀取 那這個檔案部分的話我覺得第九類各位應該也不會陌生 因為我們前面其實還有蠻多題 都是用到所謂的檔案存取 所以第九類可能對各位來說也不是什麼太大問題 回去的話我是建議各位可以 再把這些題目稍微了解一下 那待會的話有一點時間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第602好了 第六類部分的話請各位再看一下 這個602這一題基本上就是什麼 它等於就輸入一些資料 總共有2、4、5個資料 然後最後要把結果的total加總 那這個地方怎麼加總 因為發現 這裡有個最大問題是說 它除了輸入的是 數字之外 裡面的話會有文字 會有文字 就是會有英文的字母 那這個英文字母 其實它有點像模擬那個撲克牌 所以撲克牌總 A的話就1 那J的話就11 Q的話12 K的話13 那也就是說如果我今天要寫一支程式 我希望當我輸入的時候 它可以幫我自動加總 這個結果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假設我把這個 這幾個先輸入5 再輸入10 輸入K 再輸入3 輸入A 這個地方全部加總 它可以幫我把全部total加總起來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所以這邊 當然它題目也要求 只有5個數字 所以我先分別輸入5個數字 5Enter 10Enter KEnter 一直到AEnter 它最後能夠幫我把 32給累加起來 那這要怎麼做 OK 所以 跟各位提示一下 1 我們先新增一個 變數叫Total Total就加總的數字 那第二個的話 判斷一下 它輸入這個資料怎麼樣 裡面有沒有可能有K 有沒有Q J A這幾個 總共有4個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直接把它當數字 如果有的話呢 那就幫我轉換 所以我底下的寫法 因為總共會有輸入5個 它題目有提到 所以For i in range 直接輸入5就好了 其實5就等於0.5 0漏點的話可以省略 5次 解釋0到4 然後做什麼呢 去幫我 Input 一個S 判斷一下 如果呢 這個S裡面的資料 放的是J的話 那就幫我怎麼樣 把這個 N 也許多個變數 N的話就是11 E之類推 Lif Q12 Lif K是13 Lif A的話是E 也就是說利用這個N 反之的話呢 除此之外 那就N N直接就等於 S轉型之後的結果 有沒有 用Evil 把它轉型 那最後的話 當然怎麼樣 累加 累加的話就是什麼 Total Total 等於Total 或者是Total 加等於N 如果你不寫這樣的話 我前面講過 Total等於什麼 自己 Total 加上N就可以了 這個叫累加 幫我把它加 加完之後呢 最後幫我print了出來 那這個就是最後的結果 請各位試一下 602的部分 換面換你對不對 其實這一題 相對簡單 因為 它基本上就是跑一個回圈 數量五個 OK 然後呢 裡面 就是基本的邏輯判斷 所以這一題基本上算是簡單的 那這一題做完的話 可以再試試看 那個604 604的話呢 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602我覺得 覺得好像沒有用到串列 感覺 蠻奇怪的 所以是不是說 它應該什麼 串列應該是 先把這五個數字 先把它append到一個串列 然後再逐一讀出來 再做判斷 不過 這樣感覺 有點 多詞一曲的感覺 直接讀直接判斷就好了 不過因為 這個反正我印象中寫這樣就拿回來 分數啦 對 他 他沒有一定要你 把它append到串列 然後再讀出來 因為感覺有點多詞一曲啊 OK 我看一下題目裡面好像沒有特別說到什麼 請務必要放在串列裡面 再讀取出 沒有啊 有沒有 他說 請撰寫一個程式 讓使用者輸入什麼 52張牌 中的五張 計算並輸出其總和就好了 他沒有特別講說 一定要 先把資料 的 值先放在串列 再讀取出 如果有的話 那你就一定要 先建一個空的list 然後用append 把 使用者輸入的資料 先把他輸入到串列 然後再逐一讀取 OK 沒有那就不用了 所以602的話 其實我覺得他 好像 這題好像放錯位置了 應該是放其他地方 比較恰當 那再來的話呢 604 這個地方就一定會需要用到 所謂的那個 這個這個 list 那也就是他這邊 有 題目就是說 輸入10個整數 然後呢 10個整數裡面呢 有重複的資料 有重複的數字喔 那也就是說呢 幫我把這10個裡面 挑出哪一個數字 他出現的次數最多 那這裡面的話 34 好像只有出現一次 18 18出現3次 有沒有 也就是說哪一個數字喔 他出現的次數最高 那我怎麼去 算出哪一個 有沒有 最後輸出結果是18 就是 幫我把 這個清單裡面 出現次數最高的那個數字 找出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在底下 幫我算出 他出現的次數 OK 跟各位提示一下 一定要用list 所以先需要把這個重數 10個整數 先append到 串列裡面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怎麼呢 怎麼去算他出現次數 那特別是你可以用那個 我們前面講過的 有一個 雲丹白板裡面 其實第五 第五單元 的 第1頁 裡面就有了 第1頁裡面有 所有的那個list的方法 其中的話 有一個方法 很重要 叫做list1 點count 後面呢 就是把 那個數字 放進去 他就會告訴你說 那個數字 在這個串列裡面 出現的次數了 有點像那個 conif 所以這個count 跟那個 Excel裡面 那個conif 也有一點類似 但不過他名稱叫count 意思就是 幫我算一下這個數字 在 這個清單裡面 總共 出現過 幾次 OK 那我怎麼來做604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想想看 604的部分 今天大概時間上可能還是 有點限制 所以也許我們大概就是開頭講 602 604 那剩下後面還有蠻多題的 那也許剩下題目就給各位 當成是 之後 你們有時間的練功題 那如果還是有問題 歡迎可以提出來 那我有把 後面的解答 一樣放在那個雲端上面 我這個是我自己 大部分基本上都是我自己 想出來的 每一題每一題 自己都全部做過 然後 所得到的答案 如果說你當然還有更好的 解答的話 或者是說有更精簡的寫法 當然歡迎 你可以再提出來 我們可以再討論一下 OK 第六到九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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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 咖啡